磕属区别,菌鱼是稻子罢属的,青鱼是青鱼属的,形状区别,菌鱼的身体前部呈圆筒形,后部侧扁,青鱼整个身体都是圆筒形的,胡须区别,菌鱼有二对比较发达的胡须,青鱼则没有。 习性区别,菌鱼是杂质性的,吃植物也吃动物,青鱼则是肉质性的。 别称区别,菌鱼还被称为宽鱼,光眼鱼,青鱼还被称为乌混,黑混。 菌鱼和青鱼一样嘛,菌鱼和青鱼都是生活在我国的常见鱼类,都生活在淡水之中,而且大都生活在我国南方比较温暖的地方。 从外部特征来看,菌鱼和青鱼也很像。 虽然二者的相似点是比较多的,但这并不能说明二者是同一种鱼,其实菌鱼和青鱼并不是完全一样的。 二者有很多地方类似,是因为它们所属的木合科是相同的,但更具体的分类就不同了,不能将二者混淆。 所以,在遇到二者时,既应该看到它们的共同之处,也应该看到它们的不同点。 菌鱼和青鱼有什么区别科属区别,菌鱼和青鱼是同木,同科的,二者都是理形木合理科中的鱼。 不过二者的属并不相同,其中前者是道次罢属的,后者则是青鱼属的,充分说明了二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两种鱼。 形状区别,菌鱼和青鱼的形状也有一定的差异。 菌鱼的身体比较长,它们的身体前端的形状比较像是一个圆筒, 但身体后部的形状则是侧扁的,青鱼的形状则整个是圆筒形的。 胡须区别,菌鱼和青鱼的外观也有差异。 菌鱼的嘴巴旁边有比较明显的胡须,数量为二对,而且胡须是十分发达的。 但青鱼则没有。 习性区别,从习性方面来看,菌鱼和青鱼虽然都生活在淡水中,但也不是完全相同的。 体现在食性方面就是比较明显的。 菌鱼是杂食性的,它们可以吃水生的昆虫,也可以吃水中植物的碎屑。 青鱼则是肉食性的,它们主食就是肉,各种水生昆虫和小型鱼虾都可能成为它们的食物。 别称区别,菌鱼和青鱼还有不同的别称,菌鱼还被称为宽鱼,光眼鱼,粗鲤鱼等,青鱼还被称为乌混,黑混等。